週日下午 《響運世界的神韻交響樂團》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的 馬州斯特拉斯莫爾音樂中心演出 融合中西方音樂精髓的神韻交響樂 帶給主流觀眾們無比的震撼 整場音樂會在三首安可曲中圓滿落幕 身為心理治療師的Brother先生 帶女兒一起來欣賞神韻交響樂 他表示 藝術家們的精彩演奏 帶給父女兩人無比的震撼與感動 《Tchaikovsky》的歌曲《Solo Violin》 帶了我眼睛哭 非常移動 這是我第一次帶我女兒去一首歌曲 她描述了經驗感動 但我真的喜歡西方和西方的綜合 它真的增加了 健保顧問丹尼斯先生去年曾和夫人一起到中國旅行 並觀賞過神韻演出 她尤其喜愛神韻交響樂中的中國音樂元素 它非常靈體 同時 它非常地震撼 它與天空間聯繫 我只是告訴我妻子 來這裡幫助我靜靜 聆聽神韻交響樂後 大華府地區的觀眾們已經在翹首期待2018年的神韻晚會了 我認識他們會在翹首期待會兒 但這很長時間 新唐人華府記者站報導 神韻交響樂團 上週末在美國大華府地區的演出讓觀眾讚不絕口 有觀眾表示 對神韻的原創音樂讚嘆不已 感受到強烈的心靈震撼 周日下午 加演三首《安可曲》後 神韻交響樂團的演出 在觀眾的歡呼與掌聲中圓滿落幕 華府觀眾們尤其欣賞演出中的神韻原創音樂 那首《頓皇》我覺得就是包括大漢、蒙古的 都是非常很震撼、很鼓舞人心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Revira和丈夫非常喜愛中華文化 中西樂器合璧的神韻交響樂 帶給他們前所未有的美好感受 演出中指揮家米蘭納切夫收放自如的表現 也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光是非常專業而且非常幽默、非常可愛 滿懷喜悅的觀眾們都期待著 2018年的神韻晚會能早些到來 這是新唐人華府記者站報導 周日下午 神韻交響樂團在美國華府地區的演出圓滿落幕 音樂家們的精湛演奏讓各界觀眾紛紛讚歎不已 很棒 我非常享受西洋風和西洋風的風格 我印象中的中國的歷史 我最初最喜歡的鴻鴻 就是整個調整的調整 我能夠坐下來 閉嘴眼睛 我當時聽到地球 我當時聽到地球 所以我真的把我離開 音樂會中 小提琴獨奏家鄭元會的精彩演奏 得到觀眾們的熱烈迴響 音樂會中 小提琴獨奏家鄭元會的精彩演奏 得到觀眾們的熱烈迴響 她的指揮真的超微彈 這很驚喜 通過神韻感受到东西方音樂體系的精華 觀眾們無比感動 並希望更多人能有機會前來欣賞 去吧,是很棒的经验,如果喜欢音乐,即使你没有,这会带你进去。